欢迎仪式后 习近平主席同库勤斯基总统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高度评价中碧关系发展 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 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达成广泛共识 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碧建交45周年 库勤斯基总统上任仅6周级访华 我们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 一致同意推动中碧关系进入新阶段 我希望通过这次访问 深化两国传统友好 促进全方位对话和合作 推动中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得到更大发展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 未来五年是中碧各自发展的关键时期 中国将完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 碧鲁也将实现现代化国家之梦 新形势下 我们要重视顶层设计和统筹推进 用好双边合作机制 实施好两国2016年至2021年共同行动计划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把双方共识落到实处产生时效 要实现经贸合作换党提速 把产能合作这一新引擎真正发动起来 推动重点项目取得早期收获 继续发挥矿业能源 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等传统引擎的作用 挖掘环保清洁能源信息互联互通等新的合作增长点 积极探讨自由贸易协定升级 为双边贸易增长和优化注入新动力 中国政府将继续鼓励有实力 资质好的中国企业赴壁鲁投资新业 我们要不断扩大文化 教育 科技 卫生 体育 媒体 高校 智库等人文领域交流 加强旅游合作 中方愿同壁方携手努力 共同推动中壁关系更好更快发展 习近平祝贺壁鲁成功主办 亚太经合组织第24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指出 会议达成一系列重要成果 为亚太地区持久发展和共同繁荣 注入了强劲动力 体现了壁鲁贡献和拉美智慧 中方愿同壁鲁及其他成员一道 既往开来 落实好共识 不断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 共同打造开放型亚太经济 为亚太和全球经济增长做出更大贡献 库勤斯基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 对壁鲁进行国事访问 壁中历史经历相似 当前都致力于国家发展和振兴 当前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继续发展 双方经贸和人文领域合作潜力巨大 壁方愿同中方推动两国自贸协定升级 欢迎中国企业加大对壁鲁矿产 能源 水电 交通和基础设施等投资 参与壁鲁互联互通建设 壁鲁希望加强同中国的教育文化交流和旅游合作 为两国人员往来提供更多便利 壁中两国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中 保持了良好沟通协调 壁方感谢中方支持壁方成功举办 亚太经合组织第24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愿同中方一道继续推进亚太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 反对保护主义 会谈后 两国元首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与壁鲁共和国政府 2016年至2021年共同行动计划 以及经贸 矿业 工业园区 信息互联互通 经济技术 质检 环境等领域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经历本市长有数据 跟修集诌经与新冠ray 开始做使用 和建签署 隐个人和组织的《车票》 全国工与智商 散判塑环境 当天在酷勤司机夫妇陪同下 习近平和彭丽媛 向秘鲁独立先驱纪念碑 敬献花圈 向秘鲁独立先驱线 向秘鲁独立先驱线 王滬宁